大家好,今天是11月14日,星期四 我們換了畫面,令畫面比較簡潔 不用那麼大的圖畫 我們今天會講講這個 其實我沒有全部看完 因為很短時間 昨天領展出了,不是單獨的 一至三季一起出 對比2018年的一至三季 去到九月尾 其實某程度上來說 今年應該是會差的 但我看到它的業績又不是做得太差 不知是否一至六月就幫了它 我們一會進去看看 美股我們講講 即是講講Wendy Sperger 上次我們講了一些歷史 今次我們講講它怎樣賺錢 8月份的收費版 有兩期我已經放在網址 大家可以在網址看 如果大家要訂閱我們11月份的投資日資 這次就可以付費了 我們出了一二三 出了四期 已經出了四期 我們的鑽石九組合 都是被它拖累了少少 還有99% 45個月 其實為甚麼還有45個月 因為明天才是46個月 那大家如果要訂閱我的投資日子的話 那你就電郵給我了 說起恆生指數 有時候我真的要伸一伸 大家可以看到 當然這三天內恆子跌了很多 這三天內 這三天跌了八百幾 五百幾 今天今早百幾 差不多跌了一千四百幾 快要接近一千五點 但是都是這個短時間的事 你看看一百年 它都去回三萬 就是三萬幾 那這段時間沒得說 這段時間有貿易戰 但是你看看那個A股 我沒有掌握出來 那你再看那個美股 譬如道指或者Nasda 你真是頂不住 你看看那個A股 從一五年去到五千幾點 現在說五年 它仍然是兩千九 就是上證 它仍然是兩千九 你看看別人那個帥哥 人家是萬七點 一萬七千幾 升到兩萬七 那你怎樣不令股民 心灰意冷呢 對不對 就是一生人裡面有多少個五年 你說這段時間講股的 沒得說 有貿易戰有成 這年半的我覺得是沒得說的 但是你看看它一百年 都曾經衝過三萬幾點 但是你看那個A股 我真的覺得這班人去管理經濟 政治呢 我都真的沒有意見 你看看那個A股 是這樣的款 五年過去 就是你不斷說 那個國家怎樣 怎樣強 怎樣強 你的股民全部都心碎 你一四年 衝過上去五千點 五年過去了 還是兩千九 好 人家美股是萬七 升到兩萬七 NASDAB更加強 那你怎樣搞呢 就是投資人去哪個方向 其實大家很清楚 有幾多個五年 大佬 人家有五年 噴噴聲 哇 你五年呢 就是捉水都沒有東西吃的 只是在那裏把那些股票炒來炒去 這隻炒完炒那隻 那隻炒完炒那隻 那隻炒完炒那隻 根本 都沒有一些企業 是不斷這樣壯大發展的 那麼 那個指數就不升 是不是 就是你那些成份股不升 它就不升 是不是 大部分都不升 那整個五年時間 都還是兩千九 那怎樣搞呢 是吧 我們的鑽石九百萬投資倉 我們都還力保不失的 保持有九十九個百分比 現在都是地鐵跌了 因為地鐵的牌 就沒得搞了 整天關門 其實地產股來說 這兩天的跌幅都很顯著 但是你見到我們其他的那些 其實就 還可以的 特別是越海投資 就做得很好 越海投資就升到十七元了 但是我們同期的恆志 是升了三十二個百分比 但是我們的組合是升了九十九個百分比 六大核心持股 也是弱的了 因為主要給恆生 還有你看到 港鐵、恆生、中電 是打回原形的 即是沒有動過 煤氣跌了一點點 但是我們的組合還有三個百分比 這是一個參考組合來的 這是一個參考組合來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 抽一些用來做長線 用來儲錢做長線 因為起碼你收息一年都有三四個百分比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的Youtube投資筆記的預演版 其實昨天我已經發出了第一集 大家會知道每一個月的 預定收費就是八二元港幣 我會做七至八個YouTube影片 就會再發一個連結給大家 因為我後來改了 最初是不熟 後來改了 原來我改了它做不公開 你就可以留言了 不過它不會推給你 即是你要進去才能看到留言 即是你要按那個連結 你才能看到留言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在裡面留言 當然你電郵給我都可以 那昨天是推出第一集的預演版 我想我會推出三至四集左右 在第三集的時候 才會叫大家如果有興趣的可以付費 暫時你不可以付費 我會推多兩集 大家才說有興趣的才付費 即是重複一次 Youtube投資筆記主要是講美股 有少部分是講港股 但是Youtube這個文字版的投資日誌 就全部講港股 大家有兩個選擇 那你喜歡做這個港股的 那你就做投資日誌 150元一個月 那如果你喜歡美股的 喜歡看Youtube的 那你就Youtube投資筆記 那一個就150元一個月 一個就120元 那我在這裡我也重複一次 即是雖然那個銀碼其實真的很少 很小 即是我在這個節目裡面都講過 即是差不多你下午吃兩餐飯加十多元 可能在你來說都不是錢拿100元出來 但即是希望大家用了錢的 用了錢的 你真是去做 你真是去做 真是看書 真是去研究 跟著去投資 你只是看無用的 即是你看不會看到錢出來的 你要去做 你要去嘗試 你要不怕輸 再檢討自己 才可以幫你賺到錢 即是我收了你錢的 我希望我的建議可以幫你賺到錢 即是除非你說我喜歡一個月給100多元 即是用來做娛樂就行 沒問題 甚至有些人 我一晚去吃飯都已經過了100元 一個人 那沒問題 但是看你自己想做什麼 那所有這些 Youtube投資筆記 Youtube投資日志的錢 都是用來支持整個頻道的 支持了整個頻道的 那我也都曾經說過 我想做一個平台 那其實我想做這個平台 那個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第一件事這個平台 大家可以去交流的 即是交流一些投資意見 那這個和Telegram有些不同 即是大家說在Telegram可以說 我希望好像外面一些 怎麼說 例如投資網站那樣 那你可以有些朋友 放一些文章上去的 而我們也可以在網站裡面 如果受歡迎的話 我們可以賣廣告 即是有人在我們的網站裡面賣廣告 那有些投資 即是放了一些文章上來的人 那他可以拿回少少生活費 那剩下的那些就用來營運 但是最早期 即是做這個平台 或者這個網站的費用 就是全部由我自己支付 全部由我自己支付 因為我覺得香港是沒有一些這樣的平台 沒有一些這樣的平台 即是通常 譬如說Coin那些 那些 那他全部 即你是沒有可能放文章上去的 你沒有可能放文章上去 你只可以問他 你只可以問他的意見 但我這個不是的 這個希望讀者都可以 譬如說 其實有很多讀者 惡苦双龍 他有很多 有些意見 有些大家可以問一件事 可以大家在這裡交流 那當然這個平台不講政治 不講政治 因為講政治就很麻煩 就是純粹是講投資 大部分我還希望他是講港股 或者是美股 因為講到A股 很多資訊都不流通 因為美股其實有很多資訊 不過都要付費 美股其實有很多資訊 不過要付費 大部分都要付費 但是A股就不是那麼多 還有那些資訊 即是你很難拿到一些業績 所以我大約是這樣看 所以就跟Telegram那些不同 我還在想著 即是怎樣做 所以可能大家 即是我也希望可以盡快 有做到 即是怎麼說呢 我不知道受不受歡迎 我不知道 也都不知道搞不搞得成 但是我是在想著 因為為什麼呢 我不想做一些管理的工作 即是譬如現在我做YouTube 投資筆記的 或者投資日誌 其實對我日常 是沒有太大影響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本身就是要看這些東西的 那我只不過YouTube的 我去看了之後 其實我整理了 譬如剛剛我們講完波音 那我整理了成的話 其實對我有幫助 因為我可以清楚一點知道 譬如說現在我講 領展的業績 其實我怎樣都要講的 對不對 我怎樣都要看的 那只不過呢 我看了之後 將它轉化成一個video 當你在organize的時候 你自己都會學一些東西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 可能做多了事情 但是呢 其實是深化了我對一間公司的認識 不要浪費時間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做一個網站 那我就要管理這個網站 譬如說安排這個人的文章是怎樣 這個人的答覆好不好 這個平時的流量 付費 再加大的流量 這些就不是跟投資無關的 這些是 這些是純粹一個management 一個網站 就是我不是太想花時間在management 因為management會用了我很多時間 就是我在想這件事 就是會不會說 將來真的很受歡迎的 就是請人回來一起去manage 因為我不想花太多時間在管理上面 如果我花太多時間在管理上面 我就看少了業績 我不是想做這件事 所以我現在都在想這件事 好,那今天就說領展 其實領展這次的業績 出了我意料之外 不是太差 不是太差 可能就是因為 他樓上的住客搬不到 所以也不是太多示威者去搞商場 所以他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大的衝擊 只不過加租就要剋制 或者停車場加價就是 逐租加租就要剋制一些 我們看回他一至九月 他是這樣 即是他沒有斬開出來的 他是一至九月這樣出的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獨立出第三季 我們知道對比差得多遠 可能他不想讓你知道 你看到他的收益 比去年的一至九月 是升了8.2% 經營開支就升了3.36% 他可分派收入升了7.5% 每個基金單位 即是說我們那個派息 就升了8.3% 很好 因為為什麼呢 當然他的股價現在是跌了 是跌了 但是那個基金單位的收入上升了 即是說你派息多了 簡單說句 這是一件好事 香港這個商場的出租率是96.9% 我沒有記錯是少了 他之前好像接近99% 那逐租加幅是18.1% 平均 那其實也是少了 因為以前是兩成多加上去 即是我們說過他那個 計算他那個股息 他每年那個升 那個複合增長是兩成多 那他現在18.1% 即是他加租的幅度是低了 那每方呎 平方呎的租金 平均來說就是69.6% 當是70元 那就升了2.3%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他內地五項物業 那些一線城市的商場 那個出租率是不錯的 他五項物業佔了總數領戰是12.5% 他的淨收入是5.78億 我們已經將他變成港幣 升了四成多 他的收入是 即是淨收入 即是 net profit 是相當不錯的 租用率是99% 即是他那些全一線城市最大的才租 所以平均來說 領展金的業績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之下 是交得出來的 你看到 你看到他的股價是跌的 如果這樣計算下去 我相信現在他的股價跌 他應該是停了回購 如果以現在的價格去計算 加上他的回購 他怎麼都有86.87元 86.87元 那為什麼市場比他這麼低的數值還跌呢 原因就是因為怕將來有市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出奇的 即是說他在11、12月的續租率 那個加幅比例 會不會再跌呢 有可能 即是可能現在 之前是18 現在可能是15 即是 也都有人怕會不會示威者 再連他的商場都破壞了 這個大家是不知道的 那所以現在 即是如果以這個狀況硬了來講 他現在這個價格是低估了的 他怎麼都有85.86元 那明年1月4日 他就將每一手 的股數 就由500股減到100股 那大家都見到 其實他上市了很多 在他上市到現在 升了很多 那但我一向都說這些我沒有興趣 因為其實對這個盈利是沒有幫助的 對公司裏面的餡是沒有幫助的 只不過說 多了資本的錢進來 那當然 你500股就4萬元 你100股就8千元 那就多人持有了 但是對這個盈利 沒有什麼大幫助 我覺得 那我也是中性的 我也是股東之一 那我當然希望他的流通量大一點 但是最主要都是租金收入那方面 就不是說這些拆小他 拆到100股或者200股 這些就不關事 我自己覺得 好,接著我們就走進去這個 美股財經R 那大家可以看到 為什麼我剛才不太生氣 你可以看到 別人美股在14年左右 15年 14年左右 都是1萬7千的位 市價都是5年 別人去到2萬7 你A股那時候 4千 即5千點 跌到2萬9 上落上落 今天5年後 跌到2千9 又是2千9 上證 那你怎麼搞呢 你看看別人多帥 是吧 你看看 別人15年 15年那時候 你看看那個點數 只有4千多點 4千8 現在多少 現在8千6 差不多升了八成多 你看看那個上證 即是看多少都不開位 你看看別人的市場 令到那個成份股 是不斷去成長的 但是你那個那個 其實坦白說 它不增長 就只是跌 你不增長 就只是跌 其實是一樣的 是吧 其實最少你每年 都有幾個percent的增長 因為你派股息 你派股息 你撕了股息出去 但是一件事 你起碼公司 你要成長去追到通脹 才行 是吧 大陸那些 譬如說上證那些 它已經是很少股息的 零點多的有些是沒有息的 你又沒有派息 那你五年裏面 你的指數都沒有成長 你的指數沒有成長 即是你的成份股沒有成長 那你家公司怎樣生存呢 你家公司的錢 基本上 通脹你都追不到 別說現在通脹那麼高 對不對 其實你買那個上證或者A股 你根本是倒退的 但是你看看別人 不要說升一倍那麼誇張 起碼你一年都升4%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為何別人 就是說其實A股 或者上證 不用看了 那沒有成長 你除非是買一些特別的過股 但是你看到別人整個市場 成份股都是上的 有數字你看看不能騙的 對不對 你看看美銀倉 譬如波音的 它已經追回了 它已經過了 我們平均買入價 有一個低 有一個高的 359元 別人已經362元 Visa 之前跌過 現在就沒有了 已經沒有跌幅了 即是你看到別人的市場 和你的市場都不同 那怎樣搞呢 對不對 好 好,接著我們說Vendis Vendis 那我就將CAP了個五年出來 你看到五年來講 其實它的升幅都不錯 它是OK的 你看五年之前 它是八、九元左右 現在五年後 升了100% 它的股息都OK 有兩厘多 在美國來說 都是一、兩厘的股息 但是在國內A股 那些是一厘甚至沒有 零點幾 即是以前我買過一隻IGG 虧了我十幾萬 幸好扔得快 變了現在只剩五、六元 那你哪有搞呢 那時候十元買 現在只剩一半 那哪有得搞呢 你的市場 根本就沒得搞 整個市場都 那這些增闊 在美國很流行的 那Wendy's 它怎樣賺錢呢 其實它賺錢的模式 其實跟很多都一樣 它有兩種 大家可以看到 綠色 綠色是它的加盟店 即Fanchise 那紅色呢 就是橙色 橙紅色就是它自己的店 那左邊呢 就是有幾多家店 那右邊呢 就是營收 那大家會看到呢 其實它的綠色是不斷多的 而那個橙紅色呢 就不斷少的 即是說呢 它是由2014年開始 慢慢地 就增加加盟店 而減少直營店 那我先告訴大家 那它自己的店鋪 直銷店 它佔總利潤呢 就是它那個利潤佔總利潤呢 就是它那個利潤佔總利潤呢 就是41% 那麼利潤率呢 就是純利率呢 就是16% 但是加盟店呢 就不同了 加盟店呢 主要大家都知道 就收這個royalty 就是第一次 首次加盟金的 就是2% 2% 那麼它那個2% 就是你那個 就是總投資額的2% 好了 跟著那個royalty呢 其實下面這個呢 應該說佔它的總數而已 那個royalty就是你 每一個月的營業額 是營業額的3.8% 不是利潤是營業額的3.8% 其實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你那個 就是那個 真正的純利呢 可能只有十幾個% 但是它拿了你3.8% 那麼還有就是 如果你要做廣告 廣告費提交呢 又拿3個% 那就是說呢 那就是說呢 如果你做廣告 又要給royalty金的話呢 你就給了6.8% 那個 就是一個月的總營業額 那就是說你差不多給了一半的利潤 那還有呢 就是如果你加盟的時候呢 是用它的店舖的話呢 那你就要交租的 交了租給它 就是燈爲火納的自己負責 那所以呢 大家看到呢 它慢慢地 就將自己做的那些店舖減少 慢慢就franchise出去 去到一百年 就是去年都是這樣的 好了 這個呢 大家看這個呢 就不要誤會 這個是說它的那個 單店銷售的增長率 那大家可以見到呢 就是一間店舖 譬如A店舖的 它的那個增長率呢 慢慢地呢 是趨於平定的 就是它自有的店舖呢 就1.3%的增長率 每一年 那加盟店的數目呢 就每年以1%的增長 那為什麼呢 一定會平定的 譬如說你有1000間的 那你一年多開10間 你不會每年都開100間 那現在差不多就穩定下來的 已經 在14年裏面呢 大家可以見到那個 自營店的增長率呢 是2.8%的 但是慢慢慢慢減少到17年 0.2%甚至1.3% 那但是在14至15年呢 加盟店的數目呢 是大幅飆升 做一倍的 這個數量是超過一倍的 那現在都慢慢平定了 那就是說 慢慢來講呢 它已經穩定了 就是說自營店呢 一年呢 譬如你1000間呢 它也是多10間的 那加盟店也一樣 1000間呢 也是多10間的 其實差不多 去到穩定的階段 好了 大家看到這個呢 就覺得 挺奇怪的 因為呢 上面那個呢 就是它的毛利率 你見到這個毛利率呢 就不斷向上的 在這五年裏面 就是gross profit 好了 但是它營業利益率呢 就保持在平衡的 就是說呢 這個毛利就一直多了 但是實際上它賺的錢呢 就不是那麼多 即是沒有什麼變的 實際賺的錢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它在轉型之中 它是將一大部分的直營店 剪掉了 然後將這些直營店呢 轉了做fanchise 那這個毛利就高了 對不對 因為你付出的成本少了 你直營店就自己去做成本的 但是一件事 實際賺的錢是沒有變的 因為每間店舖賺的錢 都是差不多的 對不對 所以就出現一個這樣的狀況 好了 我們看看呢 那個負債比率 你看到那個負債比率呢 是從2014年一路飆的 飆到去 由35%飆到去 60幾70% 但是你看到 股東權益回報呢 是不斷地飆升的 那其實這段時間它發生什麼事呢 這段時間呢 其實它主要發生一件事就是 大量的借貸 轉型 它大量的借貸 它借貸做什麼呢 它借貸來呢 就是大量興建一些 它是這樣的 它首先就是收了那些 減 收了那些自營店 自己店舖 慢慢減慢慢減 接著它就買地方 就是買些地方 譬如說大部分都是中央處理 譬如你牛肉跟誰買 麵包跟誰買 這些設備跟誰買 那它就大量做這些事 我做這些店舖 那你來fanchise的時候 你就用我的店舖 那你用我的店舖 交租給我 那當在你這個情況之下 你就會看到一件事 每股的盈餘是不斷地創新高的 大家看到那個橙色 爲什麽呢 因爲那個問題就是 我雖然 因爲那個借貸是撇開了的 我借了那塊錢回來 我不斷地去買一些店舖 回來租給你 接著還有一個殺手間 它就是不斷地回購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支出就是不斷少 爲什麽這個支出不斷少 因爲自營店少 是吧 但是賺的錢不變 還有我有租收 我最多借錢回來 我是給你利息 接著我再回購 那你見到 它那個每股盈餘不斷地高 是吧 那它的自由現金流一定多 因爲你借錢回來 你不斷地有錢進來 是吧 但是你同一時間見到 直營店比率 由2014年的2.3% 狂跌到2016年的0.5% 跟著就平了 所以它這個策略是成功的 就是我剪掉自己的cost 借錢回來 不斷去買一些店舖回來 然後我裝修好 你直接進去做生意 跟著你交租給我 然後我做了center 有些什麼你就跟我買 這樣的話 那個cost cut了出去 利潤不變 我當你不變 就是我cut10間自營店 就多10間fanchise 然後我將再多的錢 用來回購 這個股價便飆上去 其實它很聰明 但是它做到1819年其實做不到 因為為什麼那個比例差不多 就是你再開店 未必一定市場需要這麼多店 因為Wendy's已經是美國第二大的了 就是這類速食店 那漢堡當然是說 這樣的話它再做這個動作 其實可能市場已經接受不到這麼多 所以這個情況令到它在這五六年的時間裏面 股價是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但是你說我們應不應該買這個股票 我仍然都覺得 怎麼說 那些利潤很微的 你推出那些四元餐 五元美金餐 賺得這麼少 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能那間公司也倒下 你不像說波音那些 但是小柱是模仿的 小柱是模仿的 你說大的 我還是看麥當勞 起碼穩定些錢 對不對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Wendy's的財務策略 就是它怎樣賺錢 那我們的投資組合 鑽石狗 都頂得到了 都頂得到 即是跌了 我們最高去到101 那市值跌了1500 差不多這幾天 我們都頂得到99 算是這樣 我們的投資日誌 大家可以在下面的link 就進去看我們的網誌 看看我們三個月前和之前的收費版 這個就是我們的收費版資料 這個我會改的 這個我會改的 即是去到YouTube投資筆記的付費的時候 我就會把這個改一改 那即是說 如果你 其實那個付費的細節是沒有改變的 那只不過一件事就是 你告訴我 你付費是 即是投資日誌 還是YouTube投資筆記 就可以了 那我會改一改 這個 但是呢 還未這麼快 因為我還會多出兩至三期的YouTube投資筆記的預演版 那第三期左右 那第二第三期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才去報名付費 那我覺得會好些 那各式其式 那有朋友喜歡港股的 那你就港股 那投資日誌 那如果有人喜歡美股的 那就YouTube投資筆記 那有些兩樣都喜歡的 那就是兩樣都做 反正其實都不是多錢的 那有些兩樣都不喜歡的 那你就照舊看回我們的 就是YouTube頻道 那就是我們現在暫時的東西 都是沒有變的 都是不會有任何改變的 好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我們YouTube下面留言就可以 E-mail給我也可以 那如果在這個YouTube投資筆記裡面 我改了做不公開 那所以大家是可以留言的 不過呢 我就要進去才能提到 就是我要進去 就是他就未必會push給我 那可能大家都是一樣的 但是可以留言的 因為我已經將他由私人 改了做不公開 好嗎 好那多謝大家收看 那明天呢 有這個地產小專家 那明天再跟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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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